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天地有正氣 集言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逆星 喂喂喂 你幹嘛响樹背正氣歌 就要clickradio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表寫著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鄙氣 你應該讀成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肥龍出文為你介紹新戲《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看電影之前就一定要聽到 天地有正氣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喂 伙計 小姐 想要些甚麼 麻煩一個蛋字吧 沒有 那要奶油多吧 都沒有 那隨便一個炒飯吧 沒有 咖啡奶茶有了吧 哈哈 都沒有 那這裏有些甚麼呀 這裏有兩位大廚 我是肥龍 我是阿芬 嘩 這間是甚麼茶餐廳來的 這裏是10號茶餐廳 歡迎你來到10號茶餐廳 又開張啦 開張開門 又開張 又開張 即是撿了再開胎 抱歉 10號茶餐廳 暫時都照上營業 沒問題 開門 又開門營業 今天歡迎大家進來的時候 是 很開心的 不過呢 又有些大點憂傷 因為近來 先講講八卦 一些時事新聞 不是時事的 你知不知道 早前有一架飛機跌倒了 我知道了 唉 真是有甚麼鬼 那天幼兒唱 但我很壞呀 真的怎麼說 你怎麼壞 原來是你扯飛機來的 哈哈哈哈 搖空飛機呀 不是呀 我覺得 真的 我有時覺得 事情發生太多 會有點難忘 嗯 即是第一架370 那時 第一架是不是370 是啊 那架消失了 那架 然後17 慢慢打下來 然後再加上台灣 台灣啦 然後還有一架 北非啦 已經有點混亂 然後再這架 蛤?有跌了? 唉 我早上看到已經 不是呀 蛤?有跌了? 即是好像 出街買個麵包 好像在兩個月之內 不斷聽到這些 關於 兇難的新聞 但是 真的從來都沒有發生過的 但是 即是 我覺得已經是 到最後已經是好像 喔 這樣 開始麻木了 我覺得我有少少少 witches 我之後真的覺得 真的不行 真的要為這件事祈禱 以我作為一個信徒 但是 我一開始一睡醒 見到那一刻已經不是 嘩 是 什麼時候是 喔 OK 即是 都還好 我聽到你說 跟著為這件事去祈禱 我幾怕你說 喔 喔 掉下來是正常啦 這樣 那又不會覺得正常 但會覺得 已經是 太多多到 有少少是 引不起 即是你明明 那些人 是 有少少麻木感 不會令到你驚訝 已經 其實這樣是一個 bad sign is a really bad sign 不是那麼好 真的 嘩 如果你說到有一天 那天沒有下飛機下來 那些人會說 今天沒有下飛機 那你們說 真是 那我真的 希望 真的不會再 我不希望再見到這樣的事發生 對 因為我覺得已經 多到overwhelm了 是不知怎樣反應 我覺得是 最慘的是 那架飛機本身的 死爛者 當然是慘 最慘的是 他們的家人 是啊 還有 之前有人問我 其實你做空姐也好 但是他說的時候已經是跌了幾架機了 我心想說 你是 我都不知道你是喜歡我 還是不喜歡我 所以才建議我去做空姐 哈哈哈哈 以前曾經那段時間 空姐是一個很高尚的職業 現在也是一個很高尚的職業 是工藝而已 現在加起來 人家會覺得 哇 空姐真的很棒 尤其是男生最喜歡 我女友 是空姐 但是 但是 當我大了之後 看到家行那些 不是家行那些 看到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做空姐之後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蛤? 有空姐? 你是空姐? 什麼意思 然後 這個 空姐等於美麗 這個 概念 在我的腦袋 已經消失得無影韓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喔 那些朋友說 蛤?你又空姐? 蛤?他又空姐? 是家行的 不是啊 有其他公司的 所以我才 蛤? 喔 原來 以前我的思維 是錯的 哈哈 或者他們跟進了他的 policy OK 好啦 我明白的 總之 嗯 Anyways 我不知道 空姐有沒有曾經是你的一個 Dream Job 阿幾個 我從小到大 有非常之多 Dream Job 那 就看 那 我的 Job是什麼呢 就看看那時候 電視在播什麼 哈哈哈哈 那播放著陀昌師姐呢 我就喜歡看 我就想做警察 OK 做著 跟教師有關的 我想做教師 嗯 跟這個 跟醫生有關的 我就想做醫生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當時你大概是幾歲呢? 呃 小學 小學 就是這樣情況 是啊 那有沒有看到 變形合醫 The Hulk 那你就想做變形合醫 想的 我記得我當時很喜歡看Power Ranger 那你就想做Power Ranger 是啊 是啊 我做夢都夢見自己是Power Ranger 哦 那有沒有找些東西套著自己 在扮演Ranger 都說做夢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當然有制服的 在做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 我也有少少這樣的情況試過 我小時候經常都覺得 哇 如果我做到聖鬥士呢 就有型了 那件聖衣呢 自己會自動黏在身上 那件聖衣又多靚仔 這樣呢 那經常都想 嘩 如果我是聖鬥士就好了 是啊 對啦 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我小時候 可能是很受這個電視的影響 我絕對啦 有些什麼就想做什麼 我覺得幾個時候看 例如警察 那樣就 嘩 好帥啊 有把槍 那這樣了 曾經有一集呢 我以前跟阿神就談過 就是我的志願 這個 topic 的 那不如今天呢 不要說志願了 因為我覺得志願和Dream 即是夢想 是會有些不同的 不如又說一下 阿基可 和我自己肥龍的夢想 好啊 是啊 你說小時候夢想就是被電視機干擾 是啊 但是會不會有些夢想 真的一路以來 由小到大 你都很想達成的呢 有啊 那我發現了呢 八個有錢人 這個是一定的 哈哈哈哈 這個鄭壽文已經幫我們達成了 還有阿 是任賢齊 哈哈 我單止說了任賢華 哈哈 哈哈 其實我挺喜歡的 任賢華 OK 不過你沒有份啊 任賢華 那我比奇奇 對啦 你沒有份就算啦 啊 那剛剛不是說了 看電視看到什麼 就想做什麼 什麼職業都想做的 是 那我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想做齊了這麼多的職業呢 就只有做演員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啊 所以呢 我最後的結論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的一個 LIFE LONG DREAM 其實我真的很想做一個演員 那你現在也能達成的 達成的 達成的 不就是已經 掛了一隻腳進去 對啦 所以就達成的 OK 但是當然又沒有去到 那些 Meryl Streep那些那麼出名 我希望有一天 這個是我的這個叫做什麼呢 先向著這個Kate Banchard 這樣去進發 就是你能夠說出我的名字 我都很開心的 啊 KITO 我能夠說出我 啊 好開心啊 啊 那也是一個非常棒的Dream Job 也是很多人 是 都很想 入的一行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想做的是演員 還是明星 我知道很多人會想做明星 嗯 但是 我喝咖啡 繼續說 哈哈哈哈 我悶到你 你要提阿神 不是 我覺得 一講開夢想 Dream 這件事呢 就是比較Relax 那也是 但是 做一個演員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是 把這個 哈哈哈哈 不妨礙你 繼續 就是把這個角色 可以把他們的故事表達出來 演活它 演活它 是 但是在香港 我覺得 你在 譬如外國 美國 加拿大 你比較有可能是做到一個演員 那當然啦 做一個演員的收入 就沒有明星那麼高 的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啦 是 但是在香港呢 好像是沒有 就是除非你做舞台劇 如果不是好像感覺上 比較少有 演員這件生物 多數都是 生物 多數都是明星 其實舞台劇呢 都艱難的 對呀 你說在香港 香港呀 對呀 舞台劇 你說要做一個專業的舞台劇 好難呀 其實是困難的 因為其實 我自己本身 我很喜歡看舞台劇 因為我覺得是 是一個 很厲害 他們真的一場 由頭大到尾 又要記好所有的台詞 還有有些什麼 甩漏 立刻撿生 對呀 其實很好玩的 我自己都做過幾次了 我好喜歡好喜歡 有時候排舞的時候 我會覺得 不要啦 又要記台詞 不要啦 但真的 當呈現到這個劇 在觀眾的面前 如果觀眾有喜歡的時候 那種 感覺真的 沒有辦法形容 其實呢 電影 有電影有趣的地方 但舞台劇也有 電影就是拍攝的期間 你可以把很多東西 去做到天花龍鳳 因為你可以有後期剪接 對呀 再透過的電腦 可以加很多效果 電影的難處就是 譬如 他可能不是跟著 sequence這樣拍 對呀 還有你可能突然間 今天 晨早6點 好 拍場 climax 喊氣 但我喊氣 怎麼喊 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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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這個就是電影難的地方 即是有時你要 你要相信情緒 而且感情也很難 因為你不跟sequence拍攝的時候 你是 一開始可能是拍攝最後的Ending 之後才回來拍之前 如果你拍到導演已經寫好稿 你從頭讀過稿一次 你還或者抓到那一刻 你應該有什麼程序 非子仔 什麼叫非子仔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就是去到現場才把稿給你 那你真的不知道前文後理是什麼事 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你就可能會有些情況 就是overact 或者是讓情緒不足夠 所以有些電影 或者可能會給錯情緒 可能一開始這個 他設計是很 可能是很諷刺 是在囂張那個人 但其實同一句說話 有十種或者二十種 但你變得很憤怒 然後就 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你又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非子仔 所以 都 所以其實大家看電影的時候 有時候 你會說 喂 為什麼這個演員的反應這麼奇怪 有時候未必能關上演員的事 但有時候是關上演員的事 有時候是 但有時候也是因為 其實導演自己在非子仔 都即時才給告你 其實前文後理 可能導演 都未完全掌握得到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 一句說話 我們可能說 拍十個不同的感覺 對 那就未必 我們說 take two 未必是因為你說得不好 但他想 不如我們試一下 這一句我們試一下開心 下一句可能是 你試一下 驚訝 現在就可以這樣拍了 以前真的不行 因為現在用Digital 所以你拍的 它全部全部 save 回到去慢慢砌積目 是 嘩 以前哪有得這樣 飛林年代 嘩 以前 一秒是多少 24 一秒24 還是30 我忘了 一個24一個36 現在很多Digital的 都是用30 我知道 是啊 以前 我想24多 Movie好像是24 Anyways 總之 Akiko 現在也算是 插一隻腳 進去他的夢想裏 在夢想裏 開始 浮游 那你有沒有夢想 自己發達 成名 當然有 都是你的Dream之一 是啊 都要吃飯 哈哈 很老實 真的很現實 因為你令我想起 以前那些 畫家 是啊 因為那些畫家的畫 買得很貴 你說死了之後 幾百萬一張 但永遠都是他們死了之後 真的會益不到他們 反過 哈哈 對 他們生平的時候 畫了很多靚畫 但他們永遠都不會 對 Until they die 然後突然間就會 漲價 對 所以 畫家就畫家 悲哀 演員有演員的悲哀 演藝術家都是這樣 我覺得 所以我們一向都呼籲大家 喂 演藝不是草 麻煩大家 給一些心 是 買票入場 買正版去看 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 還有有話劇 入場看 不要嫌什麼票貴 因為 其實值得的 你會看到演員的心血 如果排得好的那些 就是有心做的那些 沒錯 那你會發現 是值回票價的 完全 那 講一下肥龍 我正想看著你 問問你 肥龍你又怎樣 肥龍自小也有一個夢想 成為 職業足球明星 那我沒有 我知道自己 踢球不是很厲害 我最厲害 都是守龍門 都可以做足球明星 但是 我又不會全職 躺身內 因為始終我在香港長大 香港 看足球很狂熱 踢足球 換票性質 就狂熱 但是你說踢職業 就一點都不狂熱 嗯 香港的足球壇 不是那麼厲害 大家知道 那也是 那所以其實 肥龍小時候 就沒有想過 職業足球員 雖然我喜歡足球 是 我是夢想 成為一個 很出色的歌星 哦 不是歌手 是歌星 這個是我夢想 就是我跟我說 演員和明星 兩回事 其實我喜歡唱歌 還有我喜歡音樂 所以我一直都有作曲 編曲 填事 也有 嘩你真厲害 我也有想過做歌手 但是我的歌手 哈哈哈 我會覺得 歌手是第一步 當然 我現在也是一個歌手 OK 但是 我會覺得 做歌手 你可能唱來唱去 都只有小眾人聽 嗯 那我覺得 如果我真的唱得好的話 我不想只有小眾人接觸到 是啊 所以我就會說是歌星 因為歌星才能接觸到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的 是啊 但是 講到歌星其實也分層次的 那 其實歌星也有分一些 嗯 沒有那麼 Top Level的歌星 譬如張學友那些就是Top Level 我以為你說他沒有那麼Top Level 那我心裡想 那你想跟著之後 當誰呢 哈哈哈哈 譬如你說 有些可能還沒有Top Level 我想起台灣有一些是 嗯 有 年輕一點 有一個 我突然間忘記了他的名字 那個樣子怪怪的 彈結他 方大同 不是方大同 你不要嚇我 不是方大同 哎喲突然間忘記了他的名字 我在轉頭 他也是唱一些 文歌feel的歌 那個歌手 那個樣子也是 也是怪怪的 整個碗蓋頭 不知我只想起方大同 不是方大同 方大同 那些比較大老的那些 那些 方大同就有R&B 那他是走一些 文歌的路線的一個歌手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譬如 Let's say 台灣也有一個盲的 蕭王琦呢 我也知道他是誰 是啊 那他出了幾張碟 是啊 那他的歌是很動靈 你善我的眼 Yan is the world I earn 不好意思我唱得很噁心 哈哈哈哈 這個玩的 哈哈哈哈 這首歌也是很觸動人心的 因為他把自己的感覺寫出來 心聲真的唱了出來 是啊 那其實這些就是我想達到的 我不是說要大紅大紫的歌聲 那你問我現在 有沒有搭了那隻腳進去呢 有 因為我已經是一個歌手 我是有接觸的 都在游著 其實除了歌手 歌聲之外 我自己也喜歡演戲 所以其實 傳媒和演藝行業 就是我想加入的 Me too 其實我也都加入了 嗯 我也都在一些雙型的電台工作過 現在自己也都其實是 在搞一些網上的傳媒 嗯 其實 自己有自己的創作 對啦 遲些慢慢發展 其實我也希望 真的會多些機會 聚集一些 對音樂有熱誠的朋友 真的可以組織 創作一些 我們自己製作的CD 去做一些歌出來 可以出到唱片啊 這個是我遲些的理想 另外一個的夢想 好我支持你 對啦 當然啦 我也有另外一個夢想 就是 當一clickradio 開始 多人認識 我們就會做多一些 甚至是視頻 拍一些短片 劇不劇演員 當然 Always welcome 演員的啦 哈哈 這個是我現在的夢想 就是將一clickradio 成為 北美的華人傳媒機構 其中一個 最大的 其中一位 主流 一個 我又不是主流 主流是英語 我們這邊 溫哥華 中文的主流 我是說華人的傳媒 所以說 可以成為一個大的 北美的華人傳媒 那我的希望是 將一click 不只是 帶給溫哥華的朋友 我是希望將它 帶給世界 這個是我的理念 我們一直在做的時候 不是一直在向這個 就是這個理念 沒錯沒錯 這個也是現在 肥龍的dream 好 是的 讓我們大家都一步一步 向我們的夢想 出發 沒錯 其實出發了 出發了 我們繼續走 其實我不想走 跑啊 飛啊 我想開車 不飛啊 我只是跳過開車 走啊 跑啊 飛我有點害怕 超人敢飛 你超到才行 你拿一個卡片 綁住就飛到 好像在地上那些 有人拖的 IQ博士那隻 吃煤光變超人 開我七線斬 開我流星見 華山論見 每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 都會在 一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見 碰面 他們個個純槍舌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 華山論見 到時見啦 www.一clicksoeasy.com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一clickradio 10號茶餐廳 本舟精選 10號茶餐廳 本舟精選 對 對 go do not come back 哈哈 原來是這樣的 好了 今天我們跟 星星有些關係 或者跟猴子有些關係 我想問Kiko 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一個叫 猴子山的地方 有 但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也不太熟識 猴子山 但我曾經聽過一些新聞 就是說 猴子山的猴子 就不知為什麼 走了去民居的地方 然後就去跟別人拿 Banana 不是拿 是搶別人的東西 搶 甚至是滋擾到民居 其實有時候 對他們來說 他們不覺得是造成滋擾 就是對一些動物來說 對 他肚子餓就要吃東西 那些猴子只不過是 肚子 可能他們 越過了 可能覺得這個地方新鮮 越界越境 走下去 所以去到一些 人民生活的地方 那些居民生活的地方 對他們來說很新鮮 就是到處跳到處搞 所以就只要到民居 還有 當他們看到一些人 拿著一代二代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很新鮮 很有趣 就去搶一下 是啊 但是很快去 香港在猴子山那件事 就有些魚農署的人員去 解決了 搞定了 他們可能做了一些措施 現在就沒有聽到這些新聞 但是 香港一個算是比較高度文明的地方 就容易解決了 是啊 但是若然文明情況沒有那麼高的地方 就可能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到 嗯 那說一下 我又不想說這個國家文明不夠高 不過的而且確 他又未去到 香港 即未去到一些先進國家那麼高 他是這個算是發展中的國家 我覺得他們是 即是 嗯 我也同意 印度 印度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地方都仍然比較落後 是 但是印度也有些地方是比較先進 但是他們先進得來 始終都還是任由野生動物 會在城市裡面有機會穿插的 無論是哪一種都有可能 是啊 真的會突然走 哎呀我吃鹿喔 是啊 這麼開心的嗎 印度的城市很多都仍然這樣 那那些行人燈是不是有一個 一個行人行的 一個猴子行的 一個鹿行的 我不知道 他會不會跟著 好像我說可以走 我們知道印度的交通 真的都挺害怕的 駕駛他們是不是還在乘機 不是的 他們是有汽車有巴士的 有 但是他們那條路呢 你會發現地上好像沒有什麼線 那些車真的好像橫衝直撞 是啊 那些車是直接是攝來攝去的 那就是跟香港的的士一樣 是差了還有條線給他走 香港的的士是叫做扯得行 但是印度那邊真的駕駛 他覺得那條路是喝他亂的 是家裡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我們溫哥華這邊 有些的士公司 不是很多印度來的司機嗎 很多 那些其實呢 我發現印度的駕駛者 來自印度那些 尤其是我看到 一拍就拍得出 譬如包了頭那些 肯定拍得出 我發覺他們的Rollsense 真的比較少些 或者差些 那他們怎麼考那個牌 不是考到的 但是呢 Rollsense 到他落到路面呢 是差些的 是嗎 我曾經說過一個經歷給你聽 我開車在路上 那條路有左中右三條線 OK? 左中右OK 那三條線呢 我就在最右邊的條線 是 而中間呢 剛剛有架比較高 新的那些搬屋那些 truck仔 那我就遮住了 我看不到左邊的條線 是啊 那前面有綠燈 那我就繼續走 大家都順著這條路走 是啊 突然之間在最左邊那條線 即是最外邊那條線 是啊 有架taxi 喵 這樣過了那個 truck之後 突然間在我面前 出現轉右 那麼開心 是啊 然後我就T崩地撞了下去 哦 不過那時候車速不是很快 我停一次 不過都撞了下去 叫撞了一個泵把 哦 但是他上黑面那樣 總出來看著你 他不能黑面 因為他在最左邊條線轉右 不是 我知道 但問題是他一定會黑面 不是啊 問題是你T崩了 兩個車是接觸了 是啊 那是不是應該 大家馬上下車 然後抄資料 是啊 是啊 他是在我的車 撞到他旁邊的車門那裡 是 我碰住了他的車 是退到應該是我的車 退後 是啊 他不是了 是他自己向前 喵喵喵喵喵喵喵 這麼開心 是啊 他又想向一邊 我心想 哇你搞什麼 我就坐在車裡面 感覺到我的車喵喵喵喵 被他刮 你感覺到嗎 那個是來自印度的司機 OK 不過那天也是 那天我和我的朋友開車 我們要上highway 是 後面你看到有一個人出的 你看著他出的 是 那還是有些距離 突然踩油 Anyways 我們不要針對印度的司機 其實有其他國籍的司機 有些都很沒roll sense 但是那次剛巧都是印度 但是他還要不開心到 是put我們之餘 還要舉了中指 那那些是車粉叉 OK 我拗頭看著他 你什麼事啊 你不要管了 那些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是說印度人開車 是說 說到印度 就有一個city 竟然是飽受猴子之患 十哉無猴子 什麼十哉無猴子 但是這個不是十哉啊 大哥 這個是印度而已 不是在埃及啊 姐姐 不要亂來啊 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已經算是比較文明了吧 比較城市的地方 對 就是首都啊 肯定是印度裡面 屬於屬於最文明的城市 是啊 但是呢 其實他們根本呢 都是在 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個 有人住的天然大動物園 這麼開心 是啊 經常都在馬路上 會看到各類型的野生動物出現 那這次出現得最多的就是 這個猴子 是嗎 是啊 這次呢 就出現了一群狸猴 但是最大的問題 他們不可以暴殺這些猴子 因為印度政府呢 是頒布了禁令 是 但是為什麼呢 我真的很好奇 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猴子 還是為什麼印度政府不讓他們殺 那些猴子 是啊 為什麼不讓他們殺那些猴子 那因為 他們不想傷害到那些 動物 那如果你見一隻進來就殺一隻 那 不不不 我捉了他們 好像是魚龍柱一樣 他們就是頒布了 不准暴殺 是不准捉的 哦 因為他們不想你令到他們受傷 但是這樣誰保護人類呀 沒事的 你人類自求多福 這樣的 人類就沒有 但是 你想想 對呀 一大群離猴出現的時候 你想想 猴子 十幾十隻 都已經搞到 民不聊生的情況 何況 這裡是一大堆 那還要是 那些什麼 議會大樓呀 政府機關 是啊 你打電話去我要投訴 那個電話廳不是人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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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最怕的是 你想打電話求救的時候 你會問為什麼電話沒聲音 然後那隻猴子拿著電視在旁邊 在旁邊搖搖搖搖 你一隻手搖搖一隻手搖一隻手 一隻手拿著一隻招 這個看電影才有的 大家不要想太多 不過這些狸猴的確對當地的情況 或者商業機構 甚至政府機構的運作 是造成一大的問題 那他們怎樣處理呢 你不要那麼遠先 那他們怎樣處理呢 造成這麼大的滋擾 又不可以捉 又不可以殺 那唯有趕走 但你找掃把掃 什麼掃都不寫 你掃一掃一下 隨時會衝過來搶你的掃把 對呀 很難說他有指甲應該都很長 對呀 有菌 正常來說 猴子的攻擊力 是比正常的人類要高的 因為野生動物始終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對呀 還有他有菌 對呀 那怎麼辦呢 唯有找他們的天敵來幫忙 那豈不是更多猴子 你想就這樣想 是正確的 不過又不是 首先說一下 這隻狸猴 原來他們有一種天敵 又是另一種猴子 就叫做葉猴 還要是黑面的葉猴 葉問 哈哈哈哈 用詠春趕走他們 好害怕的 噴黑臉 然後打詠春 要找恩子丹去 哈哈哈哈 那就有錢給他找 那呢 就找了一些人 真的要去假裝這些葉猴 恩子丹 假裝恩子丹 你喜歡吧 因為 他又不可以真的去捉葉猴 不可以捉 我都說了 不可以捉 還有你捉了葉猴回來 那沒有了些尼猴 就輪到葉猴 即是作業了 是啊 所以呢 他唯有怎樣 找些人去辦 蛤 找些人去辦 對 他請了四十個 年輕人 然後呢 就油黑臉 有一個頭套 然後呢 再利用一些油漆 油了自己的身體 他是用一些 駱駝的脂肪 做油漆 OK 然後塗了身體 令到那些尼猴 看上去以為 他們真的是 他們的天敵葉猴 在那裡 於是他看到就走 哦 是啊 那這些人呢 當然有錢 每個月找他們十五次 每次給他們十元 都算高薪的 十元美金 但在那邊都算高薪的 當然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 十元美金就算是高薪的 做十五年 他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那裡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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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但你很累的 你做了八小時 那我想 他們是看到才要這樣 不看到的人 他們就不用嘔嘔嘔嘔嘔的 去到有喉患的地方 就在那裡 嘔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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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如果是效果的 都是一種辦法來的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消息 就 叫做無奈中 也算是可以解決的方法 所以... 原來... 但這個真的是自表不自表 但你沒辦法了 因為... 你知不知道曾經發生過 在2007年 新德里的副市長 是被猴子從家裡的露台推下跌死了 蛤? 那這樣還不可以獵殺猴子? 是啊 那誰保護人類啊? 你說是不是很離譜? 而且... 在新德里也有很多外交官 那他去到那個城市的時候 突然間無尼拉根在你旁邊 彈出猴子 是嚇到人家花蓉失色的 太危險了 我想我以後還是不要去印度玩的 玩是OK的 你坐在旅遊巴上 你去到那些地方都應該... 旅遊勝地都應該沒什麼大問題的 但如果你說在... backpacking 在市鎮裡面 你真的隨時有機會撞到這些情況 嗯... 所以... 現在暫時叫做... 半解決到小許的問題 但是... 長知往來我覺得 印度政府真的要想些方法 沒錯 因為... 喂... 說... 副市長被一隻... 猴子推下樓死了 那他們都還要不可以捏殺猴子 我覺得真是... 不合理 不知道有沒有抓到那隻猴子 去法院聽審判的 可能 判他坐牢嗎 不可以 不可以 那隻才是殺人 他犯法啊 對... 對... 但是... 大家聽到可能覺得很好笑 但... 你想想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的附近 你是很困擾的 對... 所以真的很希望印度的政府能夠 想到一個好一點的辦法 是真是... 解決這些這麼嚴重的問題 嗯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進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進的 蛤?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的 你才知道嗎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容易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最upd 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到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剛剛這個週末 肥龍就接觸了一個新的board game 對我而言 叫做 現金流 這個board game 你可能未聽過 肥龍可以告訴你 這個board game 原來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貴的board game 因為都成二百多元 價值或是美金一盒 這個board game 你未聽過不要緊 但是窮爸爸 富爸爸 這本書 就算你未看過的話 你最低限度 應該都聽過的書名啦 其實這個board game 就是由這本書的作者去發明 原本 這個作者想為這個board game 去寫說明書 但是寫下寫下 發覺 越寫越多東西要寫 結果寫下寫下 就變成了 窮爸爸 富爸爸 這本書出來 看過的朋友 都知道 其實這本書 是說 你應該怎樣去處理 你的財政 怎樣去運用金錢 其實這個遊戲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遊戲是非常好玩的 肥龍簡單地說一下這個遊戲規則 首先這個遊戲要有一個主持人 然後有一個朋友 需要去做銀行的職務 其實大家玩大富翁都知道 因為涉及到金錢 接著 這個遊戲 就有4-6個玩者去參加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塊芝士 還有一隻老鼠仔 來做你家 首先要把那塊芝士 放在一個叫做理想的地方 因為 那個版圖裡 就分了兩個圈 一個小圈 一個大圈 而所有的理想 都已經寫在一個大圈裡 你就選擇一個你想達到的理想 然後就放下你的芝士 接著 你就把那隻老鼠 放進去小圈裡 於是遊戲就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都需要抽一張職業卡 每一種不同的職業 都有不同的收入 不同的家庭負擔等等 然後在那個小圈裡走的時候 其實跟大富翁的玩法有點相似 不過 他就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你可以抽一些小生意卡 又或者如果你手上的錢 甚至可以抽一些大買賣的卡 你就要用盡方法 去脫離這個小的圈 然後就進入外面的大圈的世界 至於要脫離這個小的圈 其實是有一些竅門 就是要把你自己的不用上班 都可以幫你有現金收入的來源 你就盡量去增加 令到這個來源能夠 cover到你所有的開支 你就夠資格跳出那個大圈圈裡 而大的圈圈裡 就是充滿著很多投資的機會 以及你的收入 將會比起之前的小圈圈裡 很不同的 會多很多倍的 所有手頭上的 十元二十元五十元 一百元的散子 甚至一千元的散子 如果你慷慨的話 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還未出大圈的朋友 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當然肥龍不能夠在這裡講完 但是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亦都被大家看到 其實在那個小小的老鼠圈裡 一直繞圈繞圈 就好像我們的人生一樣 日復一日 就在這裡上班 賺錢 但其實亦都要步步為營 因為你隨時如果有些什麼 要Lay off 或者是沒有了份工 其實生活上很多東西 錢要照給的 那你就會很徬徨 他就會叫大家 要找到不同的機會 去為自己增添收入 然後進入有錢人的世界 當你出到大圈那裡 其實就是意味著 是一個有錢人的世界 講到尾 是不是好像覺得 這個遊戲好市賄 什麼都說錢 這個遊戲 簡直都叫現金流Cash Flow 雖然表面上 好像一個好市賄的遊戲 但也是很實際的 當我們說自己人生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理想 那樣東西 譬如今天我們的節目也說 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夢想的時候 你怎樣才能達到自己的夢想呢 如果你好像遊戲裡面 開頭出來的小小的老鼠圈裡面 你根本上每天都只不過是花時間 在你的工作上面 你又怎麼有機會 去談得上 去實現你自己的夢想呢 其實夢想不一定 好像肥龍或者 Akiko說的 要什麼做歌星 做演員 做明星等等 可能有些人的夢想 是能夠環遊世界 也可能有些人的夢想 是可以幫助到全世界的人 去做多些善事 這些也可以是你的夢想之一 但是你沒有錢的時候 又如何能夠去追逐這個做慈善的夢想呢 所以其實 能夠為自己增添財富 就是達到夢想的其中一步 有錢之後 當然你可以選擇很奢侈的生活 但是你也可以選擇過一些平淡的生活 有多餘的錢 能夠幫助別人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肥龍都建議大家 真的去接觸一下 這個Cashflow現金流的Bot Game 更加看看 《窮爸爸父爸爸》的這本著作 對你的理財理念 是會有很大的幫助 而當你能夠開竅 又找到機會 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的時候 亦都可以想想 如何去幫助別人 我怎麼才知道 我可以拿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 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和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 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屋 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 一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 《樓房按揭101》 我何杰文 和嘉賓主持Alan 宋一良 會為大家解答不同的 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說回另一個 我想很多人都會知道的新聞 很多人知道的新聞就是 賽馬結果 即是我們今天就是講動物 今天真的有很多動物 對 今天有很多動物 賽馬結果當然大家都會希望知道 但是我們今天 知道自己是買中的那個 對 尤其是中了3T 嘩 發了這次 不用做了 你這個台就可以發達你搞 sorry 我不賭錢 你不賭 所以我不會有這些 所以你對這個賽馬的結果 所以我都是尋規道具 找多些生意機會 去做生意 但是賽馬這些東西 不適合我 那你會不會對馬賽的新聞 會有興趣一點呢 這樣 馬賽嗎 馬賽的新聞 就看看哪些 正面那些我都有興趣 知道的 負面那些就算是 他最近有些什麼正面的新聞 馬賽嗎 馬賽 馬賽沒有什麼正面的新聞 我覺得好像他出到現在 好像都是 感覺上 我不知道 感覺上 因為最近就出了一些 對他有些少少不利的新聞 感覺上他又把以前的事出來說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都是負面的比較多 其實呢 說真的 香港的傳媒 都是喜歡挖人倉巴多個宣揚好事 所以 大家聽到的負面新聞 一點都不奇怪 那有多少是真 我覺得也是5050而已 我覺得他完全是得罪人 才會有這段 這樣的影片 所謂他拍的 這個 算不算情慾的 情慾舞蹈的短片 算啦 那隻舞蹈是極具挑逗性的 我覺得OK的 那次我跟我的朋友 我們兩個人在看 是打了格仔 我們覺得 沒什麼 穿黑色比堅尼的 那你有沒有跟著他一起跳 那又沒有 我的舞子 沒有他那麼漂亮 你當馬賽是新一代的鄭多賢 然後你跟著又怎樣 那是不是會瘦一點 但他也很短 但如果他短 你把他Loop20次的話 應該都會令到你的手臂腳 那些可以瘦一點 都有可能的 他也挖得挺厲害的 他也挖得挺厲害的 尤其是頭 我的頭髮太長 我一挖會變精子 哈哈哈哈 但是之後再看他穿的衣服 因為新聞有說 你打了格仔 當然什麼都不覺得 不覺得 之後新聞有說 這些在淘寶上買到 然後就展示了那一套 那一套衣服 那一套其實是情慾內衣 然後我跟我的朋友 兩個人說 穿成這樣 那當然不行 其實舞蹈有一點挑逗性 但我們覺得是OK的 如果大家只是看打格仔的版本 那都要清楚明白 其實他那件情慾或情趣內衣 不是普通一件黑色的比堅尼 黑色比堅尼不是情慾內衣 其實不同的 因為他的胸口 在重要部位 是開了叉的一個洞 然後圍著那個洞 就是有一串的豬鏈 就是說其實是看到裡面 他的底底也是 下面是沒有布的 都是豬豬來的 對 即是那些重要的位置 是開了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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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的朋友 看到我跟我的女生朋友 看起來 那就真的不行了 對 但是 如果你說 一個對著自己的愛人 去穿這些情趣內衣 而做這些 我覺得不是大問題 我覺得穿去做這些 真的不是大問題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要被人拍呢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 就是這樣說 當然我覺得 不管是誰 都不應該去把這些 這麼私人的東西公開 但你真的不知道 對方會不會的 因為 當你愛火熱的時候 對方誓神 當然是告訴你 不會的 我愛你 所以 我想留下做紀念 我想留下 而且 在我見不到你的時候 我又可以開出來看 令到我每天每天都掛念你 我真的要看這些 I don't understand 喔 令到自己保持火熱 喔 這樣嗎 令到自己保持乾柴烈火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的 Anyway 但 我就覺得 就算 就算是老公 我也覺得有點危險 當我還沒結婚 但是 老公都不代表百分百安全 所以我不是說 都覺得有點危險 你要明白 網路上的東西 有時候不是你去發放 陳冠希那次都不是他發放 你不小心按錯 或者有些意外 突然間 那個電話失靈 他自己傳出去 那你真的 是啊 沒有符的喔 是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要這樣去 去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去令到 你的 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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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興奮的感覺 都算了 我會覺得 真的令到你老公 辭了婚應該才這樣做 對我的意見 OK 這個 理念 Anyways Anyways 女生真的要疼自己 不要被人拍下 你令我 想起近來有一套電影 什麼 Sex Tape 我 Cameron Dias 就是他兩夫妻 就想著 拍下自己的一些 try不同位置的 方法 錄下了 誰知道 其實他們沒有想著 上載的 就是他們用iPad 拍了之後 那個iPad 自動幫他 synchronize 了上網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另一個可能性 就是這樣 所以 在網上 結果那部電影 就 瘋傳 他們那一條影片 即是他們那一條 夫婦如魚得水的影片 就瘋傳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笑話 出現 就說這兩夫婦 想盡辦法 如何可以把這條影片 刪除 但你也知道 網絡威力 越來越沒有了 上了就沒有了 所以 其實 我就說 做這些行為 我都 上扯算 得過就扯過 但你一被人拍片 真的沒得聊 真的沒得聊 但我現在想到另一個方法 什麼呢 自己打格子 哈哈 戴那些NORMALTY眼鏡 遮了自己 遮了自己的眼睛 起碼 就算不小心拍了 上載了 可以不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頭髮尺 不是不是不是我 大家要知道 剛才Kiko說的眼鏡 是可以買的 真的打了格子 那個眼鏡 真的打了格子 那些 不是用電腦特技去打格子 而是你的眼鏡 本身是一個格子 遮了你的臉 不過你要小心一點 很容易脫掉 哈哈 或者戴這個眼罩 其實看過報道 馬賽還說 其實他還有很多影片 是未流出外 但是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人拍了 喂 但是看著鏡頭 我會覺得有問題的 就是我當你不知情被人拍了 你又知道有十幾條 但是你知道 就是說 起碼別人拍了給你看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第一件事肯定要刪除 但現在你就算刪除了 可能保留了幾十個 你真的不知道 他現在在你面前在電話裡刪除了 沒辦法 電腦裡面已經有了 可能有Synchronize 上網 對 所以我覺得 就算現在 法院頒布了什麼 禁制令 不讓任何傳媒公佈這些 那個傳媒都說 不關他的事 他說人家給他 網路上 一直都已經有這個 沒有格子的版本 對 所以其實 怪不怪的 這個傳媒機構 只不過是 這個傳媒機構 把這件事 發大了 但是你又不怪別人 人家做生意 商業性 商業考量 那這件事 爆炸性的新聞 如何別人不做呢 所以我覺得 各位女士真的要愛惜自己 不要讓人很容易被人拍一些情欲短片 或者不要自己拍 即是拍一些嘴嘴、拖手、攬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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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攬 那些我還可以啦 起碼不會有暴露的鏡頭 穿了衣服 對啦 穿黑色比堅尼也算啦 比堅尼還是蓋緊的內衣 重要部位不露出來的 你都要考慮一下 我覺得泳衣還可以 我和那些朋友都研究過 內衣和泳衣遮的一樣 但感覺就是不一樣 對啦 我又在想為什麼泳衣和內衣的反應差那麼遠 對啦 但我覺得泳衣還可以 但內衣是不一樣的 我曾經看過一條短片還是什麼 很好笑的 有些人說得 拍著一個女士 當然是故意拍的 穿著那件泳衣 布是比內衣還少的 你知道泳衣的胸部位是比較扁小的 但就遮了重要部位 對啦 對啦 而下面的褲子是很貼著 接近T-back的 還未到T-back 至少重要部位是有一塊布 然後圍著兩邊是一條繩子 綁著蝴蝶結的 他穿到這麼少布就鬆手弄枝 急不及待給人看 回到家後 穿了一件 其實比起他換衣了 多一倍的內衣 然後那些人一開門見到他 他就啊 掩著大 我不知道是個mindset來的 為什麼 不知道 我研究過是個mindset 對啦 我覺得這裡有些奇奇怪怪的感覺 對了 穎衣和內衣 穎衣的部位較少 但女生很興奮 可能感覺上穎衣是一個 你是出街上穿的 即是你遇到就是出街上穿的 所以感覺上就覺得 被人看見有沒有什麼 但內衣比起穎衣更多布 所以你的反應不用那麼大 我意思是 你不想被人看見穿內衣我明白 但不用那麼大反應 然後用手掩著胸 掩著 你這樣做什麼呢 你穎衣的時候我看得更多 對啦 當然我也不建議 你突然撞進一個女性的房間 當然不要這樣做 只不過是 我覺得這個思維有點奇怪 更加覺得馬賽的思維也怪怪你 我只是想說 女線們保護自己 傑身自愛 沒錯 肥龍每週推介 誒 說了那麼多動物 就說一些HIGH TECH的東西 不是說植物 都跟植物有點關的 都可以有關的 是啊 因為 講HIGH TECH的東西 又沒有HIGH TECH 因為其實現在想介紹一個 是神早起床 你很想有的東西 鬧鐘 不是床 神早起床 我就想上床睡 這個是另計 如果你要上班 或者出街 你就不能再上床 不是 那 一早起床 第一件事 當然是鬧鐘響你起床 理論上 沒什麼幾可 有機會讓你睡到自然醒 是 因為我們城市人生 會比較忙碌 除非你很早睡 說個鬧鐘 通常人們起床 擦牙洗臉 換衣服 可能有些時間 就整個早餐 沖杯咖啡喝 嗯 很多人都非常喜歡 我也很喜歡 對 但說了那麼久 跟植物都沒有關係 其實呢 講的是 跟咖啡 咖啡來自什麼 咖啡豆 這個算是植物 很勉強 它是植物 就是很勉強地 拉到植物 不勉強 咖啡豆是植物 我就知道 我很勉強地把植物拉到植物 哦 okokok 那 究竟 說了那麼久了 鬧鐘和做咖啡 有什麼呢 可以呢 這個我喜歡 是 這個呢 這個 這個鬧鐘很特別 它是可以和這個咖啡機 可以混合在一起 即是它不是一響 就開始brew咖啡 是啦 喏 這個 來自這個牌子 叫 怎麼讀 是不是Brizierer Brizierer Briz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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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法文來的 不知道法文還是德文 Briz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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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懂得讀 這部咖啡機 或者鬧鐘 是合體的 應該叫它鬧咖啡機 好不可以 你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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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教了鬧鐘響的同時 這個咖啡機 亦都會開始 去做一些蒸餾的咖啡 嘩 蒸餾那麼高級 Yeah 所以呢 大家 發現鬧鐘響的時候 那 就 不要拍它喔 辣到手 拍爛了 要改改你的 會鬧鐘的方法 但是 一起來 那一下就已經聞到咖啡香了 嘩 好開心 對呀 超棒的 那 喂 然後你 如果要放糖 奶在旁邊 如果你需要的話 接著就 嘩 加一點點 第一件事 坐在床邊喝一喝 杯咖啡 醒了 接著才去洗臉 擦牙 做你要做的事 那就不錯喔 不會有咖啡的咖啡 對呀 喝完咖啡 就順手擦牙 對呀 所以 是不是一個很棒的裝飾 其實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呀 我很喜歡呀 而且它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鬧鐘響的時候 你已經聞到咖啡味 有少許提神的作用 令到你賴床的機會少些 對呀 是不是很棒 我真的覺得這個 無敵 這個設計 我很喜歡這個 但我覺得真的不可以放在床頭 是啊 那當然 我怕我滾滾滾滾 晚上已經堵死了一杯咖啡 當然 現在這個咖啡機 其實還未正式推出市面 看到 因為它還有少許 最後期的研究 它想做得完善一點 嗯 其實都快的啦 應該如無以外 很近期就會推出市面 那 亦都預設了的零售價 大概呢 會在 150-250 英鎊之間 但是 那不算太貴 不算的 其實 你算一下 如果我拿中間價 當作200英鎊 那就是 算下都是 200多元 加指 是嗎 200多元 不會太多 不用去到400 我當300 連賣稅可能是約300 對 我降300 你買一部好少少咖啡機都要啦 對 它現在是咖啡連鬧鐘 咖啡機連鬧鐘 你說多好 對 還要是 設定好之後 你一起來 它就自動沖咖啡 那真的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他們官網 留下這個連 連絡的資料 他們可能會 找你 對 是呀 那大家 去回我們 一區Radio的網站 今天的節目 我打了他們的品牌名 大家順著這個品牌名的搜尋 就會找到他們的網站 所以都會很棒 好 另外一件事 今天講的不是特別的科技 是講網上 去旅行 大家都 Google Maps會用過 有 Google Maps其實也挺有用 挺的 因為你可以 是那天我的客人進來罵 我說 Google Maps我下不了橋 蛤? 下不了橋 不知道啊 他不斷要去我們的公司 不斷都下不了橋 一進來 就很大聲在罵 那我的 經理又聽不懂中文 他以為他在罵我 因為那個客人很大聲很大聲 他說 哇哇 流汗了 不斷下不了橋 找不到你 他就找到我副經理出來 那副經理說 需要幫忙嗎 我有事要幫忙嗎 但這個客人 我說我有其他事要找你幫忙 但因為他以為這個客人在罵我 所以不是 然後我跟他說 不是他在罵Google Maps 就是 那我覺得是他不懂用 我想是他不懂用 就是聽不明白那個方向 除了以前Google Maps 發生過一些好笑的事 Google Maps 可以搜尋由 A到B地點 他會教你的路 對 以前曾經有段時間試過 我們故意搜尋由 不知道加拿大哪裏 去法國 叫你餐艇 不是餐艇 中間有一行寫著 SWIM ACROSS PROCIPIC OCEAN 我們真的笑 嘩 SWIM ACROSS 不是 我聽到之前 他們有說 有個地方 撐艇過PROCIPIC OCEAN 現在醒了 他不會叫你SWIM 最多 都會叫你TICK A BO 很好笑 現在改進了很多 Google Maps的功能 亦都完善了很多 非常好 譬如有Street View 其實幫了很多 因為我試過去找一個地方 我未去過 我知道目的地之後 我特意去看它的Street View 去看看招牌 一來看看招牌 二來也看看附近環境 哪裏有的泊車 那也是 所以都蠻正的 方便 除了Street View之外 其實你知不知道 Google Maps 亦都可以看到Google Earth 它有一個小 icon 我知道 按著,就會變成Google Earth 那你便能看到地球的樣貌 那原來是這樣 我在老都不知Google Earth有甚麼用 你要去看一下 其實是挺有趣的 是 over. information 然後你是看到太空 然後你會發現 你可以拉去覆讀Google Moon 還有Google Mars 即是看月亮和火星 那邊有沒有火星人 我看不到火星人 不過肥龍就上去看了 月亮的圖就 清楚一點 但你圍圈看月亮的時候 正面背面都看完 你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有一條東西在那裡 是不是UFO那些東西 但其實不是的大家想清楚 其實因為 它在不同時間拍攝 可能顏色有點不同 所以你會看到 一條東西的顏色特別出眾 大家不要驚訝 不是那麼多外星人 那麼容易讓你看到 就不關 但你就可以看到月亮的全貌 有沒有上我 我也在想你是不是問這個問題 我那天找不到上我 看得不夠清楚 我也嘗試找一下吳剛 找一下玉兔 但我也是找不到的 如果你看Google Mars 火星那個更多這些古怪的顏色 因為它的顏色比較多 當然這個解像度 沒有Google Earth那麼高 因為始終地球有衛星直接拍下去 但是火星和月亮 月亮都更近 所以更清晰 火星就差一點的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 去一探月亮 或者一探火星的話 可以上去看看 因為 原來月亮很多地 它已經有名字 你會看到一堆名字 真的嗎? 在Google Moon Google Moon 可以看到已經是 有地名字了 你移動的時候 那塊地的地 有名字 你會看到的 真的嗎? 它全顯示出來的 有沒有Seven 我沒有留心 我只知道有些名字 好啦 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上Google Moon 或者Google Mars 其實是 上Google Earth 把地球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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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很遠 然後就會有一個選擇 沒錯 所以大家有興趣 儘管去看看 還有 還有 記得去找那個鬧鐘咖啡機 我的鬧鐘咖啡機 我待會也馬上去找 不經不覺呢 又到時候收舖了 收舖 收舖的時候 又說一下天氣 喂 近來的天氣 有時候會熱些 有時候會涼些 都幾麻煩 是啊 那怎麼辦 沒事的 開車朋友就帶著小褲子 對啊 始終可能 旁晚 入夜 會有少少涼涼的 我覺得要入夜才會涼 昨天晚上都很熱啊 看情況 突然間有兩三日又會很熱 突然間有兩三日又會涼些 那倒是 還有看看下不下雨 好像最近又開始想下雨了 所以 我只建議大家 在車裡面 放好傘 還有放好薄褲子 再加上 我覺得是需要帶這個防曬的 當然 如果你是在室外的話 室外也有室外線 夏天 大家都喜歡出去戶外活動的時候 塗些防曬 其實我真的一般 昨天和朋友去海邊 我和另外幾個朋友 我們是擔著一把傘 遮蓋太陽 我們在一把傘下面聊天 也有另一番風味 是啊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在這個夏天 希望大家過得開心之餘 記得不要曬洞自己 不要曬上自己 這個要非常之小心 是啊 還有 不要 比起這個這麼嚴重的天氣 騙到你 因為溫哥華始終有機會 會有點涼涼的 是啊 很容易就涉身 是啊 尤其是一些比較 弱不耕風少少的女士們 還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要一直 檢測著她的體溫 會不會太冷或者太熱 還有可能你出出入入 很多冷氣的地方 都要小心一點 是啊 譬如我太太 我出街 她一進去 要穿一件薄冷衣 在室外的冷氣 我也有帶出門 是啊 所以大家 自己聰明地 就戴上一件外套 不要以為 夏天 看到二十多 沙土 沙土 我們可能比香港更高 那因為我們乾煎 哈哈 那不同的熱法 香港那些就滿熱 這邊是乾煎摩鐵 哈哈 Anyway 總之 如果在亞熱帶地區 你始終會入室內 會冷 是啊 開冷氣 是啊 那記得 保重身體 小心 不要冷 不要病 那為之非常好 我借用了什麼太太 那一句 為之非常好 非常好 你知道誰是什麼太太嗎 你知道誰是阿燦嗎 廖偉雄 我知道 他曾經在一個小星救地球的節目 沒有扮過什麼太太 哦 我遲些開給你看 YouTube有些片段 挺好笑的 你知道吧 我還沒看過 對啊 不要扮小了 你 阿Kiko 哈哈哈哈 Anyways 好啦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喂 來 喝杯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 是一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一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So Easy 你 你